您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 农历11月20 我是小元 我是杨秋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 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我是小主播 西雅图少年说 曹律师信乡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六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适合玩乐西雅图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者HDFM98.9channel速率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CI的APP 或者请下载KKNW AM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聚焦乌克兰局势 乌克兰正在增加对梅利托布尔及其周边地区的攻击 梅利托布尔是乌克兰南部一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城市 被称为是克里米亚的门户 在俄罗斯持续轰炸乌克兰基建网络 导致数百万人断电之后 美国准备向乌克兰送出其最重要的防空武器 爱国者导弹 马克龙邀请全球50多国的领导人在巴黎召开峰会 多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约10亿欧元的直接援助 欧盟也绕过匈牙利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80亿欧元的贷款 在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首场对决中 阿根廷3比0完胜克罗地亚率先挺进决赛 梅西罚众一粒点球 而瓦雷斯攻入两球 这可能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大赛 他也迎来了赢得世界杯冠军的最后一次机会 阿根廷的决赛对手将在法国和摩勒哥之间产生 FTX创始人班科曼·弗里曼在巴哈马被捕 面临刑事及民事指控 并被指控从公司成立之初就对投资者撒谎 班科曼·弗里曼是比特币行业的明星 FTX是全球大型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于上个月申请破产震惊了业界和全美 欧盟达成初步协议将对进口商品执行碳关税 如果得到批准 该法案将对那些没有采取严格措施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 征收关税 包括中国 英国和美国等在内的欧盟贸易伙伴都将受到影响 此外 欧洲还计划出台新的法律 逐步淘汰煤炭等化石燃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7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经过三年努力遏制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终于开始放松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 不过许多人并没有庆祝 而是闭门不出 削减开支 避开公共场所 准备迎接新冠浪潮的来袭 有经济学家表示 目前这种状况意味着 在重新开放的好处明年完全显现之前 中国经济可能会进一步疲软 如果不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第一年 中国经济已在经历30多年来最低迷的 最严重的低迷 在北京 新冠病例数量正在急剧上升 忧心忡忡的市民闭门不出 并囤积药品 由于客流量的减少 商场缩短了营业时间 根据对居民的采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讨论 感染了新冠病毒的配送员被禁止上路 配送服务运力严重不足 上海和广州等其他一些大城市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在这些城市 自从政府上周突然放弃动态清零政策之后 许多人已经开始避免在公共场所聚集 北京海定区40岁的居民 倩淫庆和女儿自周日以来一直没有出过小区 那一天 她的丈夫新冠检测出了阳性 前担心她自己72岁的未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母亲 于是她敦促母亲至少一个月内不要出家门 前说 现在街上的人比过去三年任何时候都要少 户外戴口罩的人比过去三年任何时候都多 新冠病毒再也防不住了 前还推迟了与女儿前往大理的计划 大理是中国西南部一个热门的旅游景点 过去三年大部分时间里 中国政府在疫情防控策略上几乎没有动摇过 但是在上个月爆发民众抗议活动之后 政府的防疫立场出现了大转弯 民众之所以抗疫是因为对政府严格限制公众行为感到不满 这些限制包括要求进入公共场所 必须出示核酸阴性证明 一些强制隔离政策 以及在发现病例的地区实行封控 中国官员担心这些防疫规定给国内经济造成太大的损失 除了疫情管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国经济还受到房地产市场放缓 以及海外市场对中国出口商品需求减弱的困扰 印中两国安全部队上周在争议边界发生新冲突后 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 本周二主持了以这场冲突为题的会议 并告诉印度议员 印度部队完全致力于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 印度军方周一首次披露了此次冲突 这是自2020年6月 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路拉达克印中争议边界发生致命对抗以来 双方部队的首次冲突 2020年那次有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人员死亡 成为这两个雍和邻国之间5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 印中边界全长2000英里 很大一部分都是山地 辛格说 12月9日在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的旺达阳斯斯地区附近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试图越过印中边境 时控线 指宽松定义的军事边界 辛格说 对于中方的这一企图 印度部队以坚定和坚决的方式进行阻拦 随后的对峙 导致一场小规模肢体冲突 印度部队勇敢地阻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越线进入印度领土 并迫使他们返回其驻地 辛格表示 印军在对峙中 无死亡和重伤 他说 我向议会保证 我们的部队完全致力于捍卫我国的领土完整 周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记者有关印度所描述事件的提问时说 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 汪文斌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说 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设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 他说 双方应严格遵守所签署的所有有关协议协定精神 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2020年的事件发生后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几个月 当时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调取冲突 都称对方破坏了既定的规则 和部队调动界限 最新这次小规模冲突预计将近进一步加剧 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打破两国关系和双边贸易 在短期内恢复正常的希望 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在印尼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上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议后 分析人士曾认为两国关系可能会解冻 今年早些时候也就是8月份 中印军队还从喜马拉雅山一个哨所撤下兵力部署 这被视为双边边界谈判的一项成果 祝德里的防务分析人士N.C.Bipindra 称 这次小规模冲突表明两国之间的信任完全崩溃 边界问题不解决 实际控制线的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印度军方周一晚间表示 这次对峙导致双方几名士兵受轻伤 之后双方军队立即脱离接触 印度军方称 当地的印度和中国军官按照现有的脱离接触机制 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以恢复该地区的稳定 中国上周发布放宽防疫的新十条措施之后 北京发烧就整人数暴增16倍 最新一期的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两个重量级期刊 不约熬同的发出警告 中国可能迎来大规模的染疫与死亡浪潮 专家表示 如果中国持续放松防疫措施 预估到明年农历春节将会达到感染高峰 建议中国各级政府倡导较地过年 通过NPI非药物介入措施 调控延后并降低中国疫情高峰的速度 专家还说 中国现阶段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尽快引入西方MRNA4世代疫苗 将微老族群的疫苗打好打满 才不致影响到中国医疗体系 或者ICU的暂床率 对中国会比较有利 中国当局上周发布新十条之后 意味着中国清零政策正在逐渐走向松绑 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 星期一表示 北京市染疫人数在放宽清零后 呈现爆炸性增长 截止到12月11日 北京的发热门诊患者达到2.2万次 比一周前高出16倍 120急救中心的呼入量急剧增加 到9日达到高峰 24小时呼入量为3.1万次 达到常态时的6倍 在医疗机构尚未准备充足时 对大量染疫患者下 伴随这波解封而来的 是中国医院人满为患 许多人在低温中排了几个小时的队 等着拿退烧药 但是最后被告知已经没有药了 住在北京从事软体服务业的Lion 对美国之音说 北京多家医院这几日出现很多阳性患者 尤其是医院里的医生还有护士以及护工 医疗系统全部瘫痪 医院出现挤兑现象 尤其医院的发热门诊也停止接收病人 连医生都被挤兑出医院了 他说 政府现在不鼓励居民到医院去 因为医院已经挤满了人 许多人冒着零下几度的冻寒低温 在医院门口排队 有的人穿着棉衣大扬 或者直接裹着被子 在医院门口排在一两百米的长龙 包括北京的民航医院 东四的几家医院 还有传染病医院 地毯医院全部满了 不接待其他患者 他说 他有邻居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等了两个小时都拿不到药 连中药制成的莲花清温胶囊都没有 利昂说 政府现在印发很多手册给市民 希望人们能够按照手册上的指引 在家里静养 不要出门 如果家中有人感染的话 感染者被要求单独一时 并使用单独的厕所 即使在家里也要戴口罩 亮认为政府现在提出很多的指引 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完整 应应全面开放以后的应变措施 导致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混乱 尤其是医院 因为此前医院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许多医生护士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搞得很紧张 这次破防纯属是被动的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港区国安法下 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四项罪名 原定12月1日正式开审 特首李家超在开审前 就黎智英能否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抗辩 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的相关条文 法庭将案件压后到星期二提讯 等候人大常委会交代事法时间表 不过人大常委会12月底的议程 并未提及有关国安法事法事宜 法庭最终决定将案件压后接近10个月 到2023年9月25日开审 李家超没有回应是否收到北京就事法事宜的回复 他表示 相信法庭可处理事件 现阶段不以评论 现年75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已经停运超过一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 被控港区国安法下 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 案件原定12月1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 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 杜立斌、李素兰、李运腾审理 不设陪审团 高等法院袁宋廷10月颁发许可 批准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 代表黎智英在本案抗辩 律政司不服三度提出上诉都被驳回 中审法院11月28日颁布书面裁决 拒绝律律政司的上诉许可申请 维持Tim Owen可以代表黎智英抗辩的决定 特首李家超在中审法院驳回 律政司上诉许可后不到三小时 宣布将会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 就黎智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案件中 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提请人大常委会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65条做出解释 以厘清立法原意和目的 没有香港本地全面职业资格的律师或大律师 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 中国国家安全案件的工作 因应李家超就本案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 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 12月1日向法庭申请将案件压后 以等候人大常委交代事法时间表 法官批准压后至星期二 也就是12月13日再提讯 广告号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的高风险群 及早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时间 减轻疾病的严重性 并尽量避免住院 这可以救你的命 如果你已经有了COVID的症状 请立刻就医获得治疗 我们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 及公共服务部付费提供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 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 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 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 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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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您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小元 我是雅秋 今天是2022年12月13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能源部星期二宣布 该部的科学家 已经能够设计出一种核聚变反应 该反应产生的能量 超过所消耗的能量 这是数十年来寻找产生清洁 和无废料核电方法的里程碑式的成就 该实验是在加利弗尼亚州的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进行的 对于国家点火设施的研究人员 和工作人员来说 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他们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实现聚变点火 这一里程碑无疑将激发更多的发现 美国能源部詹尼弗·格兰霍姆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一消息发布之际 拜登政府已经将更新的努力和资金 用于发展清洁发电 并且特别强调了聚变能源 最近美国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 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 仅仅因为科学家已经能够设计出一种能量增益的聚变反应 并不意味着人类发电方式的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即将到来 专家表示 虽然这项工作很重要 但是大规模部署 聚变能源系统的方式中 仍然存在严峻的技术障碍 美国劳工部周二报告称 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涨幅再次放缓 涨幅为去年12月以来最低 1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1% 远低于10月份的7.7% 并延续了自6月份9.1%的峰值以来通胀放缓的趋势 尽管最近几个月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显著下降 但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食品价格仍远高于正常水平 但总体而言 通胀率已从2022年年中的40年高位回落 同时仍远高于从2020年3月开始的冠状病毒大流行 严重影响美国经济之前3年2.1%的平均水平 美国政府将恢复一个委员会 该委员会旨在通过语言学习 劳动力培训和财务教育项目帮助移民融入美国 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人道主义保护和难民事物特别过问 布兰登周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项工作将帮助在美国有合法身份的新来者 当然重点是任何和所有的合法移民和难民 我们讨论的是在美国具有合法身份并可能留下来的新来者 他说 这位官员还说 这个为新美国人设置的工作组 由白宫通过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协调 并得到了其他20个联邦机构 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的支持 美国司法部星期一说 当局查封了55家非法直播 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网站 司法部在一项声明中说 在国际足联代表查明这些网站被用来散布 未经国际足联授权而播放侵权内容后 这些网站被关闭 国际足联拥有世界杯足球赛的独家权利 世界杯目前已进入半决赛阶段 国土安全部特工詹姆斯·哈里斯说 虽然很多人认为 这类网站不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权利 对我们的经济活力来说 是日益增长的威胁 哈里斯说 这种影响力可以在多个领域感受到 而且有可能成为其他形式犯罪活动的渠道 司法部没有指明这些被查封的网站 但是表示这些网站的访客 将被重新引向另一处网站 以获取更多信息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2月13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9952万6290人 新增5万6092人 死亡108万5224人 新增573人 截止到12月6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186万6343人 一周新增6485人 死亡14829人 一周新增124人 其中 King County 确诊人数为 531673人 死亡3313人 PS County 确诊人数为 236520人 死亡1553人 西雅图海英队的四分位 史密斯可能做出了 他本赛季最糟糕的表现 他认为自己最近有点太贪心 我认为我最近太激进了 所以我必须回到 我早期所做的事情 那就是接受他们给我的东西 让我们拥有一支 互补的职业橄榄球队 而且我们一起打球 而不是觉得 我们只是在尝试挑战极限 或尝试突破极限 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史密斯周二表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必须按时完成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史密斯现在正在试图 在西雅图海英队 在星期四晚上对阵 旧金山四九人队的比赛之前 在多个领域苦苦挣扎 海英队的防守变成了刷子 无法阻止对手的跑动 与此同时 伤病让西雅图海英队的跑动比赛效率低下 给史密斯的右臂带来了更多的进攻负担 结果喜悠参半 在上周日输给黑豹队的比赛中 史密斯本赛季第一次进行了两次拦截 并且两次都迫使他进入本赛季 大部分时间都避免的危险状况 据警方称 一名西雅图警察因为使用警用设备 跟踪一名与他约会的女性而受到调查 并已被行政休假 据每日先驱报周一报道 提交给Stocholmish County高等法院的记录显示 侦探们认为 Andrew Swartz在2021年担任警官期间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犯下了跟踪重罪 这很可能是有原因的 2021年9月 一名孟禄县的女子向斯沃兹申请了限制令 在她宣示的声明中 她说她发现斯沃兹显然是在她车底上 放置了一个跟踪装置 并说斯沃兹在她开车时多次跟踪她 她说自从我们7月中旬分手以来 之前发生过几次跟踪事件 警察局发言人向该报证实 斯沃兹正在进行行政休假 公共问责任办公室正在对此案进行调查 新雅图警察局的侦探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 已查明一名上个月 试图持刀抢劫活会山商店员工的男子 11月4日下午3点20分左右 嫌疑人试图购买香烟 但当她把两张信用卡发现被拒之后 拔出了一把刀 员工跑出商店并大声呼救 嫌疑人只带了一把刀逃跑了 据描述 嫌疑人身高六尺中等身材 头戴白色棒球帽 身穿黑白夹克 蓝色牛仔裤和黑色鞋子 西雅图市议会主席 Dabla Jolets明年不再寻求连任 她目前担任西雅图市议会议员和领导人的任期 将于2023年12月底结束 卓雷子在12月12日的市议会简报会上 提到了她在市议会的任期结束 她说 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年 所以我想完成很多工作 她在讨论即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会议时 这样说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38度摄氏3度 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华氏42度摄氏6度 最低气温华氏31度摄氏零下一度 广告号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ncast有线电视Xfinity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 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 正如经线的司机所知 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 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 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 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 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 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 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12月14日3点 卡套当地时间13日21点 2022世界杯半决赛展开争夺 阿根廷以3比0完胜克罗地亚 梅西传设阿尔瓦雷斯双响加噪点 阿根廷第六次打入世界杯决赛 阿根廷轮换两人 塔利亚飞科和帕雷德斯出战 第34分钟 阿尔瓦雷斯单刀突入禁区内 被利瓦科维奇出击扑倒 梅西主罚点球命中 第39分钟 阿尔瓦雷斯前场面对数人夹房 强行突入小禁区内 凌空捅射入网2比0 随后梅西开出脚球 麦考利斯特前点投球攻门 被利瓦科维奇神勇救出 阿根廷第69分钟锁定胜局 梅西转身晃过 格瓦及奥尔切入禁区右侧下底回船 阿尔瓦雷斯小禁区前扫射入网3比0 世界杯半决赛 阿根廷3比0大胜克罗地亚 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 他们将对阵法国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 这是阿根廷第6次打入世界杯决赛 上一次是在2014年 当时他们输给了德国队 据统计 阿根廷成为晋级世界杯决赛次数较多的球队 仅次于德国的8次 追凭意大利和巴西 巴西虽然拿了5个冠军 2个亚军 但是1950年世界杯并非淘汰赛形式 而是小组循环形式 并没有决赛 阿根廷3比0大胜克罗地亚进入世界杯决赛 不过比赛中阿根廷队获得点球引发了争议 第34分钟 阿尔瓦雷斯单刀突入禁区内 被利瓦科维席出击扑倒 梅西主罚点球命中 西班牙阿斯报表示 这是一个奇怪的点球 原本可以避免 阿根廷人认为这是一个点球 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认为 可判可不判 克罗地亚人当然认为不是点球 来今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上涨103.60点或0.30% 报收于34108.6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3.08点或1.01% 报收于11256.81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29.09点或0.73% 报收于4019.65点 截止发稿 贵金属市场方面 COMEX黄金期货上涨26.7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1821.4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原油期货 报收于每桶74.93美元 国际布伦特原油 报收于每桶80.19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17787.64美元 截止的发稿 上证指数上涨3.44点 报3179.39点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1.27点 报19690.59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15.68点 报28167.50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96.16元人民币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个月 已自2021年12月以来最慢的12个月速度上涨 结束了通胀率触及40年来最高水平 并对美联储保持美国经济正常运行的能力 构成了挑战的一年 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 11月CPI较上年同期攀升7.1% 大幅低于10月份的7.7% 自6月份达到9.1%的峰值以来 该指数的增幅呈现放缓趋势 剔除大幅波动的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CPI 在11月同比上涨了6% 比10月的6.3%增幅有所缓解 9月份6.6%的增幅是1982年8月以来 核心CPI最大的同比增幅 特斯拉的个人投资者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参与推特可能对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不利的疑虑声音越来越大 这家汽车公司的股票创下了全年最差的表现 Fijifund LAOC的执行合伙人Gary Black 星期一发推文称 没有现在的特斯拉,没有CEO 该基金持有价值约5000万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特斯拉股票星期一再次大幅下注之后 Black表达了失望之情 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 周一股票下跌6%以上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提出了境外债务初步重组计划 并希望明年恢复健康发展 这家中国大型房地产开发商 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美元债务违约 总部位于天津的融创中国 上周五公布了对大约110亿美元境外债务中的 大部分实施重组的方案 建议将其中30亿到40亿美元债务 转换为股票或与股权挂钩的工具 并将其他一部分现有债务置换成 2到8年期的新美元票据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雅秋和小元为您播报的 今天新闻采编是新闻路易克宇帆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JAP KNW AM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家庭生活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Lisa 只有当我们 谢谢 谢谢